星星吻 深深吻 吻 富人在郵局櫃台 被妥存布 臨櫃領錢 但就是找不到關鍵印章 站在一旁翻翻包包 還是沒有 櫃台人員無奈不放行 沒想到富人一氣之下 在櫃台前暴跳如雷 這時候手中一串鑰匙 甚至丟向了玻璃大門 碰一聲玻璃硬聲泉碎 一旁民眾全都嚇傻了 有跟他解釋啊 對啊 當場就要解釋啊 這下遭了郵局大門全碎 航員愣在原地 一句話都說不出口 原來這名富人 當天拿著兒子的存布 到郵局領現金一千塊 但沒帶印章無法證明身份 航員只好拒絕提領 誰知道富人情緒暴怒 扔出了手中鑰匙砸破玻璃大門 事隔一天玻璃門還來不及修 只好先用膠帶黏貼避免傷人 不能領到錢 他是連資長情 有時候氣得很生氣 他不是故意的 應該不是故意的 應該不是故意的 應該會 這個大概要多少錢 這個大概是一萬塊左右 郵局報警處理要求賠償損失 警方將根據監視器畫面 傳喚富人 林歸領前又沒被妥證件 翻到自己情緒失控 幸好當下門邊沒人經過 否則碎玻璃傷了人 可不單單只有賠錢了事 簡料文斌雲林報導 是以為了 我已經發現到了 已經發現到了 我們已經發現到